很多人一聽見ESC 以為是洪水猛獸這樣看 其實所有東西都要變態 你才有上進 我做了30年生意 用同一理念做到現在 不過現在我想在這個業界 再發光發亮 我們品牌公司做這個業務 就是八年前開始 環保這件事是有意識的 我不想只是一個概念 所以我要上課 真真正正怎樣可以做到ESG 我希望下年儲齊一些數據 我怎樣有份自己公司的ESG報告 現在ESG是更加需要去推廣 做生意就講趨勢 這個是大趨勢 但是如果我們不留意 不去理就大衰勢 是真的會衰的 這個地球村 現在最好有很多科技都可以提醒 我們去怎樣做怎樣去管理 我們是很輕鬆的 其實可以 這麼久以來又開始做生意 都是抱著一個理念 我想那些客人開心就真實了 現在我們ESG 是將有些消耗了的能源 起碼是維持先 因為你所有東西在損耗著 在地球村上 我怎樣保持最可能 最開心的是可以恢復 但是要大家真的所有人 同一個心才做到 我很相信 我所有用的資料 怎樣健康怎樣可以環保 兒童需要空間 我幫他創造空間 老人家需要安全 怎樣令到他無障礙空間 跌倒也不怕 能源我們可以在設計上提供一些方案 怎樣節能 最簡單我用的材料 建議一些健康環保的材料 最直接的 第二件事 我們有些客人 家師他們想換的 要重新房間 有他的需要 但是我們會驗證過 那些家師其實還是用得 我們找方法 將他的價值 生命制延續 在別的家裡 一定要明白客人 明白了他的接受程度 我們可以多聊天 了解他的追求 適當地介紹他用哪些 環保物料 健康物料 再去到生活設計 如何令你安樂舒適 又環保 這是我們最大的理想 是不是真的需要很多錢 會加到很多成本 不是 現在很多人在外國 願意去提出這個ESC方案 所以我看到這些紀錄 我更加深信 我們去做多些事 去感染多些有心人 團隊精神 我一個人力量有限 例如訓練可能要做多些 有不同的種族都在香港生活 尤其是我這個國際都市 要探討他們的智慧 怎樣幫到我們 現在政府做了事 去宣傳 包括我們現在這樣去分享 為何要做ESC 多些廣傳 我們拉入了一些聚會 包括現在上市公司有ESC報告 其實每個區有區議員 也都有立法局議員去關注 去幫忙 他們怎樣表揚ESC 少少報導 就是這個力量 就是光 因為羽造商家的 因為好像要投放很多 尤其是金錢 我成本要很大 很多人一聽見ESC 以為是洪水猛獸地看 只是將心態變一變 花點小心思 只是將我們的日常生活 在公司裡面的安排 深化了 用紙、用電、用水 不是一定ESC就貴了 接下來你可以當作小白兔 都可以的 怎樣呵護它 等於呵護地球 這樣想 有了 應該會... 每個棒 都可以在披露